刚刚我们也带您关心了大统长期黑心油品风暴呢 负责人高正丽向检方坦诚 的确他在沙拉玉里头加了棉子油 也因此现在清查发现全台大概100多所的国中小学校园 都有使用大统油品 当然在事件爆发之后 现在紧急全面禁用了 还有个消息指出 居然是因为有明代官说 大统才能混油长达有7年的时间 直到现在才爆发 检察官在到大统长期公司召开临时侦察厅 询问大统公司董事长高正丽等人 已经坦诚 真的用棉子油混冲调配沙拉油 沙拉油也沦陷 违反了食品卫生管理法中的标识不实 混了7年混油案到现在才爆发 传出是明代护航官说 大统长期董作唯一一次正式出面说明 站在高正丽背后的就是彰化县议员赖清美 陪同出面赖清美遭到影射 说他涉入出手铺行 发誓没有关说 大统混油案一爆再爆 还有大统帮台糖代工的葡萄紫油 目前仓库封存了9600瓶 下架回收大约5000瓶 损失惨重 球场多少的我们正在评估当中是1亿呢 如果以台糖公司商业受损来讲的 可能球场也不止1亿 台糖委托大统代工已经67年年销6万瓶 以每瓶140元估算 初估将球场近1亿元 另不少家长担忧的则是学校也受害 全国县市清查之后 123所国中小学都使用大统油品 警方查扣了高正丽和大统公司名下 共20笔土地9笔房产 以及12个银行账户保险箱黄金等 市价出估超过30亿 极力防堵业者脱产